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bc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讲讲《世界时事多客》第一则新闻 就来自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扎尼斯基好兄弟 就是波多里亚克 原来他接受发生社访问时 现在他的基调是一样的 就是不肯和谈 他说为什么不肯和谈呢 他就说和俄罗斯曾经有个45分钟绝望时刻 所以就不和谈 但是很久之前 你不和谈为什么呢 其实他说这宗新闻 很明显他跟西方现在一个风向是对着干的 就是想着压个势头 因为现在多个西媒都说乌克兰的盟友很想他和谈 当然后来 白宫说没有,没有叫他和谈 由你都说没有 但是这个是民心所向 看来某个程度上也是 你看看 现在他们不和谈 他们理由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波多里亚克 他就说了 2022年2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几个星期之后 来自莫斯科和基辅代表 其实他们曾经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下 是曾经是 进行过秘密和谈 现在先说我之前说没有,没有,其实有 原来是静悄悄有谈过的 进行过秘密和谈的 但是不够一个小时45分钟 乌克兰首席谈判官就是失去了希望 相当绝望的45分钟 他们就 这个波多里亚克就开始是说些不关事 他们的谈判 人士就是恶名超著的前文化部长 他不单是陷入了论文抄袭的丑闻 这个关 关什么事 亦都是一位充满煽动性的民族主义者 近期面临着 骚扰一些人士的指控 骚扰一些女子的指控 这个好像跟谈判不关事 波多里亚克 他就说 当时 首轮谈判都45分钟 但是 这些人的自力好像很差 自力水平 就是 好像令人摸不着头脑 他就说他不理解 他就说这场战争是真正要战争的 就是说我们也想谈的 但是那些人的自力又不行 跟我们谈的人 又是不干净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会谈 其实他就等于 这段新闻出来 这个接受发生者的专访 我觉得他是特意的 你觉得是吗 放些材料出来 不是我们不想谈 是对方的人 太不堪了 是的 是他们这么不堪 我们怎么谈 他就说 这些人根本是不想谈的 你刚才说 没有做好 是协商的准备 你又很想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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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说你又很想谈吗 在俄罗斯他们 只是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技术官员 他们人来了 但是 想出了 既然你说这位 哥是 毫无影响力的技术官员 那你关注他那些 个人私德 那些什么 骚扰 什么什么 关注他们干什么 关注他们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关事 他们肯定是 首先说了你 这些人这么不堪 所以我就不谈 人来了 想出最后通牒 仅此而已 在首轮谈判 是没有结果 无疾而终的近两年之后 现在更加多的 呼声出来了 原来 他也承认了 他终于承认是有 西方的盟国的官员 敦促乌克兰官员重返 谈判卓和克里姆林公协商 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结束这场战争 虽然乌克兰拥有不少西方国家的军备 连立陶苑 波罗的海三傻 立陶院外长南斯贝吉斯都说 有人逼立陶院谈 不知道他谈不谈 其实你都出声就证明 有了 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国家 你知道如果是 他恨那些国家 说哪个国家 我相信都是一些 大老级的国家 但是对于 乌克兰来说 他只是说 和谈 不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 你根本都 你都不想谈 就是了 再说 波多里亚克也都说 几乎在苏联解体后加入了所有的 协议几乎都被莫斯科毁了 和俄罗斯坐下来谈判 毫无意义 只会带来危险 另外 这个乌克兰外交部的方包超人 富列巴也都近日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 说大话 是说他是惯犯来的 他在2022年开展 是 对我们攻势之后 曾经向国际 领导人承诺 不会动手的 那你就说不会向俄罗斯本土动手了 你后来怎么办 哈哈哈 富列巴也说 俄国在94年97年 14年和15年的协议当中 同意 是承认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 但是现在他明目张胆 动手了 那去年10月 俄罗斯 吞并了乌克兰部分领土 几日之后 扎尼斯基签署一项法案 就说 这件事 你说对 他们法案都写明 只要普京就是总统就不会谈 那怎么谈 就是不用谈 你自己的法案都写了 只要普京仍然在位 一概不会跟莫斯科谈判 这样 那就是不用谈了 因为你盼望普京大帝突然间 乱乱了 那又不会那么容易 另一方面 一刻 他特意的 你说他说大话 但是他真的说 我们是不介意谈判 我们准备好随时谈 普京其实这个月 亦都跟G20的领导人 曾经说过 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 和乌克兰进行和谈 反而在乌克兰公开表示 并且签署法律 退出谈判 现在他说的都是事实 是你知 清楚烂归法律 但是 英国 是 前 驻白俄罗斯大使 叫 戴维斯 戴维斯 不相信普京的话 这是令我最喜欢扮大佬的国家 他说 进入谈判将有助于俄罗斯争取时间 重整在军队 就可以展开后续的攻势 由于俄罗斯将在明年三月举行大选 普京这番话 可以被视为是安抚 战争尽快盼望完结的民众 David 也说 假装想要和平 对普京不会有任何损失 但是对你们很有损失 如果不和平 有时间搞 另外 现在住在美国的俄罗斯 前外交部长 俄吉他可能趁机 当然这个就被普京 赶走了 趁机假装妥协 只是为了未来发动更多战争 他就认为 结束好战争的方法就是 尽快令到乌克兰赢 这跟 扎尼斯基说的一样 赢? 怎样赢? 是吧 你戴维斯基有什么 筹骂 可以让人觉得你是会赢呢? 只要拿回克里米亚才符合你赢的定义 亦给他 给他家强装 都可以给我们的工具 已经去到了一个 大家都 窄窄的 阶段 不再給你太多了 另外剛才說的立陶宛 波羅的開三傻 這段時間也很生氣 原來今天 就是有歐洲安全及合作組織 即歐安組織部長級會議 在北馬其頓首都 那裡舉行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要出現 他是率團參加 原來波羅的開三傻 埃莎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 發表聯合聲明 就說拉夫羅夫參加這個歐安組織部長級會議 很遺憾 宣佈會聯合抵制參加這次會議 其實你們都沒什麼作用 不參加就不參加 沒什麼人理他們 當然了 同一日 烏克蘭外交部也發表聲明 也說一起抵制這次歐安組織會議 聯合聲明當中 埃莎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個國家部長 就說他們對於歐安組織 邀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感到相當遺憾 就說這個只會是幫俄羅斯提供一個宣傳機會 其實我真的看不出是什麼宣傳機會 你都可以令他難堪 是吧 你什麼都說到是非黑即白 其實就不用談 不過他們也是不贊成談 這些盜米壽星 不贊成談 這個就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就說說 俄羅斯的鄰國 芬蘭 原來芬蘭就說 來自普京的嚴重威脅 他們的混合威脅 就是一些移民激增 俄羅斯特登的試過來移民過來 加到你壓力很大 所以芬蘭就所有的 陸路邊境 來自其他的 國家打算進入歐盟的人 進入 新機當局 也說現在肯定是你們做的 你們蓄以為之的 所以這個是國家的嚴重安全 這些混合戰 我們一定要擋住 就要關閉所有的陸路邊境 芬蘭就關閉所有的陸路邊境 其實之前 芬蘭也說 庇護人士人數激增 肯定俄羅斯特登做的 這個影響力行動 一部分 怎麼都不出奇 我們都經常說 好像麥犀國 放下手腳 對人 其實 有一張照片很久之前 墨西哥的警察 之前沒有那麼積極 阻止移民 那些移民 碰行碰過 雖然那些墨西哥警察手上有伯伯 但是那些移民 就這樣衝過去 衝過去 你這麼多 現在 其實 芬蘭 或者整個家宏都擔心 這樣的狀況出現 原來芬蘭 將會在 今個星期四 到 12月13日 是關閉最北的 部分 這個也是芬蘭 和俄羅斯僅存最後一個邊境 也是關閉 芬蘭新任總理 奧爾波 他也說這個決定 沒有辦法 我們看到現在的訊息 看到太多人 經過邊境走入我們國家 他也開了記者會 最近幾個星期 邊境發生的這種狀況 必須停止 不單是過境人數問題 也是 這個現象本身問題 這個和俄羅斯 的相關活動 他們放軟手腳有關的 我們接受不了 那就關閉了 是不是 原來 你說是不是很多 又不是很多 跟美國比的數字 真是很少 真心說 原來他說 每日 不是每日 是我們這個月 有1000人 1000人 你看美國的數字 美國可能說 說這麼多話才有1000人 你看我們 另外他就說 前幾個月加起來才有幾十人 這實際上 今年4月當然 芬蘭加入了北約 過境人數快速增長的原因 就是這個混合戰 是一種加劇局勢 增加 輪國壓力 但是 不肯公開表態的一個政策 這好笑 肯定不是公開表態 你看 因為芬蘭跟俄羅斯邊境都很長 有1300多公里 有7個檢查站 他們就說 俄羅斯可能利用這些移民流動作為危險 華大華Sir說得很誇張 把士兵和罪犯偷運入歐盟 1000人而已 你這樣也查不到 一句1000人是不是一天 你七個口漢 老闆 好像也挺流口 當然 這些發達國家 和小弟所在國家都差不多 比較流 澳洲 澳洲對移民就很重 這些手段很重 送你去其他島 其實圍一百多人 過境 你也頂不住 你也檢查不到 芬蘭內政報也說 之前的關閉措施 未能阻止移民 更多移民 想通過芬蘭 六路邊界 進入我們歐盟 對我們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造成了重大影響 所以只能出資 不怕越過越多 應該就是這樣 但是他要走 始終過得很長 之前還說什麼 起什麼圍欄 後來很短 這些圍欄 不是全部起的 其實都沒什麼用 真心說 這樣搞 又是做好學不學 特朗普 結果都是沒什麼用的 好了 這就是第二則新聞 這則新聞 說一下這個很嚴重 這個叫做德式紙牌屋 結果德式紙牌屋就嚴重了 德國現在 因為之前法院的裁決 令到他們 什麼事 預算很嚴重 因為德國法院裁決 要攔截600億歐元的資金轉移方案 現在索爾池政府 考虎難為無米之菜 沒有米去煮飯 陷入了巨大的預算危機當中 原來索爾池在聯邦議會的發言 希望 緩和現在的 爭議 他也說政府會繼續完成任務 並且儘快制定解決危機的方案 但是他幾乎 沒有提供任何推動綠色 轉型和 現代化目標的具體方案 這就糟糕了 貝爾巴克肯定不肯 綠黨的人就廢了 所以這個聯合政府其實很困難 不是很好嗎 大容和嘛 左中右的意識形態也有人 很多東西會卡住 是的 好像他執政聯盟內部有自民黨 他又不肯 唯不可以花錢 但是你不用錢 你又過不了那些綠色轉型的方案 綠黨又不肯 他就說如果過不了那些方案 我做聯合政府托 他都向選民交代 他已經是弱勢了 他仍然是向選民交代 索爾茨 現在只可以做不到 索爾茨 在國會的匯報當中也說 德國聯邦法院之前的裁決對於德國各級政府造成了巨大影響 令德國更難實現重要的共同目標 但是德國人在這個動盪時期需要保持頭腦清醒 忽略國家經濟 向綠色轉型的現代化路線 會犯下嚴重並且不可原諒的錯誤 索爾茨也承諾政府不會放棄 大幅減少石化燃料排放和保護社會支出的目標 這兩件事都是左翼、綠黨的要求 在減少支出方面 索爾茨就說 考慮到 當前能源價格下跌 將取消 為消費者 公用事業帳單 設定的價格上下 一聽到大家害怕 即是有機會加價 唐若能源價格再次上升 其實政府屆時會有另外的行動 索爾茨在講話結束時也說 我們要以必須的態度 非常冷靜地對國家負責任才可以 才可以繼續向前 雖然索爾茨 他言之作作地做出承諾 但是他的講話 是沒有提供任何推動綠色能源轉型和現代化的細節 綠黨就不需要 就說你這樣不行 聯合政府你為什麼不聽我說 他都說你不聽他說 經常搞Q中國的 但是你綠黨經常搞Q中國 你覺得黨內交換一些利益那麼大 不是黨內不同的黨 政府內部 是要這樣才行得到 還有你左中右都是 你三個意識形態 是要這樣才行得到 不然所有東西會卡Q的 什麼都做不到 索爾茨不是想做中間人 因為自民黨那邊也不肯 但是綠黨也不肯 德國的這場預算危機 源於 之前德國聯邦法院 的一項裁決 他就阻止了索爾茨政府 將防疫基金當中的600億歐羅 差不多是4700億人 轉移到這個氣候保護基金不行 法院就說不行 意味著德國政府預算當中會出現600億歐羅的大缺口 亦打亂了德國 徹底擺脫石化燃料依賴 重造經濟的 改革的計劃 這個數字是不是 其實都大得太呢 現在當前的經濟情況 減多少 過不過了 我覺得挺難的 他連 自己 聯合政府內部 自民黨也不肯 聯合政府的人也不肯 何況是其他人 老闆是機密民也不肯 對對家也不肯 這個機密民也不肯 當然 這個法院 給出來裁決的理由就是跟新冠疫情期間不同 目前已經不存在 申請這筆貸款的緊急狀況 意味著 沒有辦法申請這筆錢用在 改建 老舊的暖氣設備 和鐵路升級 等你還說 德國鐵路 公司不允許用 華為 結果 你這些錢也不夠 不允許用華為 就是虧了幾百億 歐羅 你又是這樣 你都沒有錢用 還說不允許用 你拆了之後再裁 但得鐵就說 花了幾百億歐羅 現在用得很好的 為什麼要搞來搞去呢 不行 你這個很危險 有什麼危險 用了這麼多年 當然 也打算用這筆錢 來補貼不斷上漲的電費 簡單來說 這筆錢 不能夠 被用於 實現德國人 雄心勃勃的環保目的 當然這件事 令到綠黨相當不強 這個裁決也令到 預算談判 混入一片混沌當中 相當混亂 並且加劇了索爾茨領導聯合政府內部的大分歧 分歧應該有時間拆了 有時間都搞不定 當然最後也令到經濟差 其實他們希望通過能源轉型 不再依賴俄羅斯能源 慢慢地過渡 慢慢地過渡 經濟就會好一點 你這個慢可能是幾十年的過程 慢慢思考你 慢慢地過渡 有時間過 但是 如果 你這個過程這麼漫長 他日 發生一個 澳烏戰爭結束了 停戰 我當作停戰 會不會 不如 跟俄羅斯討論 搞點餓氣過來好一點 不過俄羅斯說他們不肯 現在而已 普京也很冒實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拜拜